兩週前這驚天一報 惡害俄州火車出軌事故 後續問題持續延燒 列車上化學物質外洩 污染空氣 民生用水 專為數百戶居民被迫疏散 十二天過去了 鐵路公司卻大搞消失 電話不接 居民召開社區會議 公司也以員工人身安全遭受威脅 為由打退堂鼓臨時缺席 儘管州政府發出公告 民生用水管線內 已經沒有檢測到污染物 不過連州長都這樣說 寧願扛瓶裝水回家 居民也不願喝自來水 外媒報導 這列脫軌火車 有多達二十截車廂 再有危險化學物品 包括一釘錫和一二純丹釘米 吸入人體可能導致頭暈想吐 案發後當地已經有超過 三千五百條魚 水中翻肚死亡 面對這場生態災難 鐵路公司和州政府 解決態度不止美國民眾搖頭 美國火車拖軌導致化學品 泄漩露事故發生以來 大家也都看到了大量的 美國民眾質疑 美國政府和媒體 為什麼對這一事件輕描淡寫 中國外交部也撿到槍 隔空大酸特酸 居住環境遭污染 恐怕任誰也無法安心 三里新闻 淮汕报导